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取这种防疫的隔离措施 那民众呢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形态 比如说减少外出还有暂停实体的课程 采取这种线上远距离的教学 那进一步改变了一些疾病的形态 那其中就包括眼睛的疾病 像是老花年轻化啦 白内脏提早报到啦 那也因为户外生活呢 户外活动以及社交活动受到严重的限制 其实因为长期的对着这种3C的 像包括电脑啦 或者是手机 也会对眼睛造成很大的损伤 那其实眼睛是我们的灵魂之窗嘛 帮助我们来看清这个世界 对我们的生活品质呢 有很直接的影响 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我们今天将请专家来为我们详细的解析 好的 那今天的直播呢 欢迎观众朋友加入 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们互动 首先介绍今天的嘉宾是中国医药大学新竹复射医院眼科主任 陈英山主任 大家都称他为护眼达人 哈喽陈主任 你好 观众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能够采访到您 陈主任 我知道您刚刚其实才看完最后一个病人 那就直接来上我们的直播 非常感谢您 第一次来邀请您 那我们所以今天呢 就请您来侃侃而谈啦 因为其实很多民众都有眼科的 就是眼疾的问题 那有民众有时候经常 像我个人经常看电脑啊 看手机 因为工作的关系 时间都非常的长 有时候看完之后真的是会觉得 哇 眼睛极度的疲劳 所以请您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首先我们来谈谈啊 就是因为有民众经常会去眼科求诊 那也会说 哎呀 我最近看啊 东西总是不太清楚 那究竟呢 我到底是老花 还是白内障 这个很多人也不太了解 或者是也有可能是闪光 这个要怎么区别呢 主任 对 就是现在在疫情这段期间 其实真的是 当然说这个民众对眼睛的感受非常深刻 现在这段时间几乎变成疾病变成什么呢 变成战国七雄 什么叫战国七雄 就是说我们以前看病的时候很方便 小孩子我们就是看近视 中年的话就看非文症 开始看这个老花 那老人家的话我们就看青光眼 白内障 可是现在呢 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到有50岁的近视 然后呢 有发现到有30岁的老花 那这个非文症的话也是十几岁就有非文症 所以疾病它的一个复杂性 它的这个跟着年龄呢 它就是会有这个不同的年龄的区分的这个现象呢 已经不存在了 那尤其是说您刚刚提到的 就是我们中年人啊 到底我们是看白内障还是看老花 我们发现到最近发现到这个白内障年轻化 什么叫白内障年轻化呢 我们以前说60岁以上的人有白内障 现在不是了 现在20几岁开始有白内障 大家会觉得说 奇怪了 怎么会20几岁有白内障呢 这个白内障现在变成手机相关白内障 什么叫手机相关白内障 我们知道说手机呢 这是我平常用的手机 手机怎么样呢 它就是有这个发蓝光 会照眼睛呢 眼睛照久了以后呢 眼睛的水晶体被照熟了 被照熟了以后呢 这个我们知道说水晶体它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蛋白质 那什么是蛋白质呢 我们刚才说我们早上起来吃蛋 煎蛋 把这个蛋呢 打到锅子里面的时候呢 蛋旁边蛋白是透明的 可是呢 你把这个锅子呢 火把它打开 一打开以后 你可以发现透明的蛋白呢 就变白色了 它就是相当于眼睛怎么样 蛋白质呢 变成白内障了 所以说白内障现在年轻化 所以我们医院呢 我们医院现在是 我想我现在是在中国医药大学 这个是在台湾的新竹 台湾的新竹 大家不知道的话 台湾新竹呢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知道TSMC啦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总部就是在新竹 那我们医院现在是新竹最大的医院 所以我们现在呢 跟这个新竹的园区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合作 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已经能够做到 把白内障做素质化 我们可以去侦测说 你白内障是15%的白内障 是20%的白内障 你这个白内障是不是到90% 要不要开白内障 那事实上面 您刚刚问的问题很好 白内障 是白内障还是老花呢 其实只要年轻人的白内障 老花会提早 所以就像我刚刚给大家报告的 三十几岁就开始老花了 看近的看不清楚 所以真正白内障会跟老花呢 也会有相关联性 所以说呢 最好的方式 还是到医院做一下检查 会比较放心 是 是 是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想请教主任 因为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就是 治疗白内障 那治疗白内障的话 我们首先要先看到白内障 我知道您有一些 来做白内障检测的 然后做完白内障检测 是不是手术 是唯一的这个治疗选项呢 您这个问题就是一个 非常新的问题 现在的答案已经跟 五年前的答案不一样 也就是说白内障呢 我们以前都是老年性白内障 那么对不起 这个老年性白内障 那就是点药水没有用 那可能就是等到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 那可能就废开白内障不可了 可是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手机相关白内障 可能只有15% 20%的白内障 我们现在发现到说 像这样子的白内障的话 点药水有用的 你点个药水 三个月半年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20%的白内障 它会退到15% 15%的白内障 会退到10%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不需要开白内障 那这样子真的是对于 如果说年轻的时候 发生白内障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治疗 可能就可以恢复 慢慢复原的 那不过说到您刚才也提到 就是有些老人家 可能就是必须一定要做白内障手术 我们知道您经常也是帮 就是这些患者来做手术 那这个手术到底是怎么做 但是这个水晶体 它的选项又是怎么样的 那做完手术 是不是还有再复发的几率会很高吗 对 白内障的话 如果说是年纪大的 老人家要开白内障的话 因为白内障本身 它就有2000度的度数 所以我们把这个水晶体 把它用这个超音波 把它乳化掉 乳化掉以后呢 那当然就要放一个替代的人工的水晶体 然后我们去算度数 把这个2000度的度数把它中和掉 然后呢 你就本来有可能说 你这个近似800度 那可能我们把它用的 适当的人工水晶体 把它中和掉以后呢 病人可以变成0度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超音波去 去给它做乳化 然后呢 去给它换一个人工的 换一个人工的度数的话 我们呢 可以先用这个镭射看它的眼轴长度呢 去把它的真实度数把它算出来 把它替换成应该放的人工的水晶体 那像这样子的手术 现在呢 都已经是一个叫做 我们可以说叫做微创 那有这个手术方式呢 现在呢 就是点麻醉药就可以开刀的 而且呢 伤口非常小 那一般来讲 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结束 又不会痛 那也不用住院 那包起来第二天来换药 那您刚刚又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那开完会不会复发 现在有一个医学名词 叫做激发性白内脏 激发性白内脏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白内脏 开完白内脏以后呢 因为呢 它有一个后膜 这个后面长一个水晶体的后面一个膜 它有些病人呢 他就会 这个从透明的 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不透明 不透明的话 病人又会觉得说 这糟糕了 我好像 开了白内脏很清楚 结果呢 好像复发 其实不是 它这个名词 医学名词 用这个英文来翻译叫做激发性白内脏 其实不是 其实是它后面那个膜呢 它变成不透明 它不透明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有这种 雅各雷是很方便 一分钟呢 在门诊呢 就可以把这个膜呢 把它打通 这个时候呢 病人又会恢复正常的视力了 其实刚才我们 现在刚才这个 陈主任您在说的时候 因为刚才这个白内脏的这个照片呢 其实就是您的一个病人的照片嘛 那其实还有您讲到 上面你其实还有提供我们一张就是 有 就做完白内脏手术之后呢 其实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可以请导播给我们秀一下 然后您帮我们解说一下 这个刚做完手术之后 眼睛的视力就可以恢复很多 各位请主任再帮我们深入解说一下这个 好 你看这个的话 中间就是瞳孔嘛 是 这两个图呢 您可以看到说 中间瞳孔里面呢 它就是灰灰的黄黄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白内脏 白内脏的话 我们从外侧这个地方进去 把晶体把它乳化掉以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 灰灰黄黄的这一块呢 就会变成透明的 您看下一张 欸 有没有看到 又拿掉了 拿掉以后怎么样 欸 又很透明了 很透明之后怎么样 您看到中间这一块呢 它会慢慢的颜色呢 我们会慢慢的呢 从透明的塑胶的 这个塑胶袋的这个透明呢 慢慢变成怎么样 就是我举例啦 就是本来是透明玻璃 现在呢 慢慢变成毛玻璃 毛玻璃怎么样呢 你就会好像感觉 眼睛前面又挡一个东西出来了 本来是开完刀 好高兴喔 变成1.0 现在呢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呢 它这个透明的玻璃变成毛玻璃之后呢 可能1.0 退到0.8 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雅各雷射一分钟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不需要住院 不需要其他的一些处置 做个门诊的一个小手术局部的麻醉点一下 就可以做了 就能够又从0.8再恢复到1.0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 开完白内障又发生白内障 其实不是啦 是 那这样子我们比较清楚 不过还有一种就是说 如果做完白内障手术 术后再复发 是不是我记得您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有提到 就是如果我们人体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 可能会引发白内障再复发 是到底什么样的疾病呢 对 就是说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血糖的病 糖尿病的病 那例如的话 另外还有什么夜盲也会 就是说 它容易会这个白内障会形成比较快 比较厉害 然后手术的时候 例如像血糖的话 它的风险性也比较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血糖 像今天有个病人来找我 他说他要开白内障 噢 那个从视力从1.0退到0.3 那结果我一问 结果他的 HbA1c是11 11的话就相当于三个月的平均血糖是270 270的话 我说不行啦 我说你这270的话 这个开下去 第一个 你血糖太高 视力恢复也不好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说 血糖太高 其实开下去的话 你的伤口也容易发炎感染 所以我还是交代病人要血糖控制 至少到150以下 要开再来开 那就是说你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呢 还是容易造成一些核病症 是 那说到这个血糖的部分 我们就想进一步来请教您 就是您也说到就是糖尿病有一些会造成 比如说有一些并发症 有一些身体的并发症 然后比如说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这些民众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部分 我们借这个机会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解说一下 像糖尿病它也会让白内障容易再复发 那另外其他的并发症呢 眼部的并发症有哪一些呢 糖尿病 就是很讨厌啊 糖尿病对在全身性的影响之下呢 糖尿病它的治疗 它是有一个班长 这个班长就是血糖的医生 是内分泌科的医生 加医科的医生 内科的医生 他们都是班长 那它下面有七个班兵喔 第一个是脑科的医生是班兵 心脏科的医生是班兵 腎脏科的医生是班兵 腎脏科的医生是班兵 眼科的也是 神经科的也是 皮肤科的也是 有好几个班兵是跟在血糖的医生的后面呢 来处理 那我们这几个班兵处理什么 我们不是在处理血糖 因为血糖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很多地方的合并症 脑中风 心肌梗塞 洗肾 眼睛会瞎掉 所以说我们眼科医生 我们不是控制血糖 我们是控制血糖的合并症 血糖对眼睛的合并症呢 好像联合国 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联合国 你只要是血糖的病症影响到眼睛 眼睛是各个部位都会受影响 我们从眼睛的外面讲到眼睛的里面 眼睛的最外面就是眼白 眼白白色的地方就是眼白 眼白它怎么样 它会造就是结膜 它会造成结膜炎 然后呢 眼中间黑色的地方叫眼黑 就是角膜 角膜的话怎么样 角膜细菌跑进去的话 角膜会造成角膜炎 角膜溃疡 甚至于说会造成肝眼症 然后呢 在更眼睛里面 那刚好 我这边刚好有个眼球 我就借这个眼球来跟大家解释 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 然后你看 这个就是眼球嘛 前面的话就是 我刚刚讲的 我们说黑白分明 眼球黑白分明 黑的地方呢 这个就是角膜 角膜溃疡 就是白色的地方 白色的地方发现眼睛会红嘛 就是结膜炎 然后呢 整个眼球表面呢 会造成肝眼症 然后呢 我们再把眼睛打开 你看这个眼睛里面 大家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看得到 眼睛里面 对 稍微高一点 这样可以喔 可以 没关系 好 那这是我刚刚讲的眼黑的地方 就是角膜嘛 好 我把这个角膜拿掉喔 你可以看喔 它是不是中间是有个洞 有没有 这个就是瞳孔嘛 瞳孔 瞳孔就是眼睛的窗户嘛 你光线就是从瞳孔射进去 射进去就是射到哪里呢 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的啊 这个就是水晶体 有没有看到 透明的 这个就是水晶体 那它就挡着这个窗户嘛 然后这个地方呢 光线一直射的话 然后你的如果说 你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 这个就会变混濁了 混濁就变白内障 所以它会造成白内障 然后呢 你看到眼睛后面这个地方有什么 眼睛是神经系统里面唯一有肉的地方 这个就是什么 叫结状肌 眼睛的肉 结状肌 结状肌就是让你老花 不会造成老花的肉 如果说你血糖控制不好 哇 老花 30岁就开始老花了 人家45岁老花 你30岁老花 然后呢 在靠里面 你看这个地方一个很大的一个枪 叫做玻璃体枪 这个玻璃体枪呢 里面的话 如果你血糖控制不好 这个地方造成出血的话 你就会有非纹症 所以有的人非纹症喔 为什么要去看医生 你就要去看说 这个非纹症是不是出血所造成的非纹症 然后呢 在往后面呢 你可以看到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大家有没有看到很多 里面有很多血症 有 一条一条的血管 有 好 眼睛血管最密集 那你如果血糖控制不好 这些血管就会爆掉 爆掉以后呢 它就会糖尿病的眼底出血 甚至于呢 这造成什么 眼睛的中风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最后面这是四神经 有没有看到这有一条 有 就是四神经 那四神经呢 你就会造成四神经的萎缩 有的时候就眼压一高 青光眼 那这四神经就萎缩 所以你血糖的话等于怎么样 什么叫联合国 就是很多国家嘛 很多国家怎么 每个地方 你眼睛的每个地方都有病嘛 就是每个 每个 你把这个眼球当做联合国 你怎么样 你每个 每一个国家 都被血糖所影响到 所以 血糖对眼睛的影响是最大的啦 是 那如果说到这个部分的话 假设 当然血糖我觉得当然是要控制 那另外我们说再回到白内障这个议题 就是有没有办法在一般人来讲 就除了我们说糖尿病 控制血糖之外 有没有办法来预防白内障呢 其实就是这个孔这个窗户进去呢 就是有个玻璃窗 就是水晶体 就是挡光的 那挡光的这个水晶体呢 混浊就会变成白内障 那为什么会混浊 因为光线从这个瞳孔射进来嘛 瞳孔射进来 那你当然有个东西要帮好挡光嘛 所以其实白内障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就是说他一直在这边保护眼球嘛 保护眼球 你不保护眼球的话 你这个拿掉的时候怎么样 你没有这个水晶体的话 他光线射到里面去 里面伤害更大 所以说一定会有白内障 这个大家不用那个 60岁以上的人百分之百 那我们现在比较Care的 就是说是二三十岁的 很糟糕啦 二三十岁没事在那边白内障 实在是 现在在台湾 我四十几岁开白内障的很多病人 都是四十几岁 每天看平板手机电脑 每天上班 看到最后面 上到最后面怎么 眼睛就霧掉了 都看不见了 后来发现原来是白内障 那就是病要开白内障了 那所以说你说要预防白内障 其实很难啦 那你可以适当的来做这个预防的动作 那有什么呢 内服外用 内服外用 就是说 怎么叫内服呢 内服就是说你可以吃叶黄素啦 叶黄素 那Omega 3 那每天呢 最好就是 每天吃一颗蛋 吃一盘绿色蔬菜 吃黄色水果 其实对眼睛的保护有作用 第二个的话就是外用 什么叫外用 像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就是外面有保护贴 有保护贴 它能够适当的防 那你看我的眼镜 我的眼镜有 大家有没有看得到 就有点黄黄的 有 看得到 有点黄黄的 有点黄黄 它就是有点适当的防蓝光 然后就是你像我开车的话 我太阳眼镜一定会戴 然后我的眼镜除了防蓝以外 其实我的眼镜还是变色的 什么叫变色眼镜 就是你只要一到户外 碰到紫外间 它马上就变黑的 它就能够保护你的眼睛 大概就是有这些方法 有方法想到没方法了 就是尽量 要不然的话真的是 真的是眼睛 白内障很讨厌 第一个 你会觉得对焦不清楚 那什么意思呢 很多病人来看门诊的时候怎么样 他都说奇怪呢 我怎么眼镜越配越深 它本来是800度 结果配了800度 下次来变900 配了900以后下次来变1000 然后他会觉得说前面好像雾霾一样 然后PM2.5一样 前面什么雾雾的 那还有一种病人很好玩 他就说我去配眼镜 我明明就看到1.0 可是我就是觉得不清楚 就是有这种人 就是这种人越来越多 然后他就是对比敏感度下降 对比contrast contrast sensitivity 下降 下降的话就是 你看东西就是 就是那个 为什么有的老人家 吃东西没有胃口 你知不知道 就是他有白内障以后 他看东西 我们讲说吃东西一定是什么 色香味俱全才好 对嘛 你看你桌上的食物呢 你是彩色的 可是老人家看起来是黑白的 看起来就不好吃啊 看起来就不好吃啊 所以就为什么有的老人家 其实他开了白内障 他怎么样 他这个胃口大开 对啊 所以你说到白内障手术 那我其实有曾经也看过 读过拜读过你一篇文章 你谈到过这个白内障手术 不仅是可以解决老花 近视还有散光源氏等等的 问题都可以一并解决 可不可以跟我们解说一下 这个到底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你的这个水晶体呢 你的这个这一颗呢 这一颗事实上面是2000度啦 就是2000度 它是一个plus lens 它是个凸透镜 所以有2000度 2000度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超音波下去算 看算它的这个 你的真的眼球的度数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2000度 把它抵消掉以后呢 我们装一个人工的 装人工的呢 我去拿一个人工的 我去拿一个人工的 那个给您看一下 因为我们每天要跟病人解释 这个人工的人工的 很多今天还有病人跟我讲说 我拿掉以后我不要装 我说我 我说你拔牙齿要不要装假牙 要 对不对 你开关节要不要装人工关节 那你拔牙齿装人工关节 它们都比较麻烦 所以它可能会看几次才会装 那眼科不是 我们眼科是手术完了 就一秒钟就装进去 所以说怎么样呢 根本就当场就把它做了 那现在呢您看 现在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这个拿起来了 那我们现在就装这 你有没有看到 就是用这种取代 然后把它从旁边 因为它这是软的喔 这个软的 这个软的 然后我们把它折起来 我们把它折起来 你看把它折起来 然后从外侧把它塞进去 塞进去以后塞到这个位置 塞到这个水晶体放的这个位置 它慢慢撑开来 就能够取代了 然后这个上面 其实你也可以去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眼睛里面的眼镜 眼睛里面的眼镜 就是我们开完白内障 要把它装一个眼镜进去 那你想想看 眼镜它就可以抵消闪光 近视老花 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说 你可以把这个度数算上去 以后怎么样呢 你塞进去的话 那当然就是老花也可以解决了 近视也可以解决了 闪光也可以解决了 原来是这样子 不过说到这个抵消的部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有的人 然后就是比如说 他本来有近视了 但是因为慢慢的 随着他眼睛有老花了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就是近视跟老花 如果同时发生的话 这样子两者会互相抵消 那以后是不是不用戴眼镜了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您问到这个问题也是常常被问到 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讲说度数 例如说您刚刚讲说近视远视 那个闪光 我们平常讲度数 我们的定义是万国定义 这联合国规定的万国定义是六公尺 懂不懂 就是说我例如说 例如说我近视三百度 我近视三百度 那就表示怎么样了 表示说我用三百度的度数 我就可以看到六公尺 这是近视三百度的定义 那什么叫老花 老花就是什么 就是光宫刮骨疗伤 就当年光宫 就是手臂上射到一个毒箭 要刮骨的时候怎么样 他就把书拿得很远来看 满头大汗 可是他就是表示说他不怕痛 他拿得很远 也就是说老花我们的定义是近的看不到 近的看不到 所以我们您刚刚讲的近视跟老花抵消 其实严格来讲是不能抵消的 为什么呢 就是近视讲的是六公尺的距离 那老花是讲眼睛前面33公分 也就是一公尺的三分之一的距离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讲说近视跟老花抵消 就是因为近视他是看六公尺 他是近视三百度 可是呢 因为近视就是看近的 所以说你近视三百度呢 其实你也可以适当的移到 把这个度数移到眼睛前面 他是不戴眼镜 他能够抵消33公分 也就是说你近视跟抵消老花是讲 近视在看近的功能上面 跟老花是抵消的 可是近视你看六公尺 他还是一样看不见 你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 对不起 因为我讲的太乱 我讲的很乱 就乱讲一句 对不起 不会不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 就是其实呢 简单的来讲 我的理解就是 其实他不能抵消 你还是 你近视还是近视 你老花还是会有老花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有个朋友 他也是因为老花的关系 所以就佩戴这个多焦点的这种镜片 但是呢他就觉得好像很适应不良 有时候经常看东西 他就觉得我就有点头痛 那我想了解一下 这种多焦点的 是不是头痛这是正常的吗 对您也是 您今天做过很多功课了 你问了很多问题 要帮观众来了解一下 非常现代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 你知道现在我们的人工的水晶体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不一样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两个 这一个有没有 这个有一圈一圈一圈 有没有 这个是多焦的人工水晶体 这个是单焦的人工水晶体 现在国外的整个研发的趋势 都在研发多焦的 所以现在我跟病人在解释眼镜的时候 就像您刚刚讲的 很多病人他都是想说 我单焦就好了 我不要多焦 多焦我要练习待 我很累 我就会跟病人讲说 你要练习 为什么你要练习 现在有一个新的理由 就是你到70岁80岁 因为你难保不开白内脏 那你开白内脏的时候 现在全世界 美国欧洲所有的大厂 全部都在研发多焦的 每一家公司都在研发多焦 因为多焦才有技术 那他们为了表达他们技术的好 所以他都研发多焦的 然后你现在呢 你连单焦的眼镜 都没办法适应的话 那将来人家都装多焦的人工的 你就是会装单焦的 那你就是更知亏 所以我会跟叫劝病人 就是说你要多练习多焦的眼镜 那为什么就是现在我们在装多焦的人工的时候 我都要先打预防针 我都要先跟病人讲 就是说你要练习两个月的时间 你才能够适应多焦的人工的 明白所以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有时候随着科技的进步 当然对我们的服务也是更充分更充足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适应一下 不过说到这个部分 其实刚才主任你有提到 有关于这个蓝光眼镜 你自己本身也是戴这种蓝光 绿蓝光眼镜 我想继续请教你 因为很多人尤其是使用手机 或者是电脑的这些朋友们 都会想说这个绿蓝光眼镜 真的对长时间使用3C产品的人 是有帮助的吗 因为3C产品都是LED 都是LED 那LED的话 它的那个频谱来讲的话 它的那个spike 比较高的地方都在blue light 都在蓝光的这个区块 大概是波长大概是400到500 那400到500里面的话 就是比较讨厌啦 就是大概400到450的话 是badblue 那450到500的话是goodblue 那你的这个手机平板 这个几乎光线都太强 那个blue light都太高 blue light太高 就是blue light 因为它接近紫外线 蓝光接近紫外光 接近紫外光的话 大家都知道嘛 紫外光就是能量高嘛 能量高对什么东西都有伤害嘛 你到外面去晒个太阳 几分钟的那个紫外光 你皮肤就burn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蓝光接近它 所以相当大家也应该会知道 体认到就是说 其实蓝光它的这个光线的 能量是非常高的 能量非常高 你每天看手机 手机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说这个都是累积性的伤害 就是说你每天看手机 其实三个月五个月都没问题 可是三年五年就开始有了 那最近这几年 为什么我临床上就看到说 年轻的白面上越来越多 十几岁的也有 来这边凑热闹看门诊的时候 什么十几岁的 他也看不见 真的吗 对啊 那就怎么办 我有病人就这样子 他就住在海边 每天出去 这边钓鱼啊 他就是下课就出去钓鱼 六日都出去钓鱼 不protect 就是一下子 一下白蜜杖就有了 那有很多二三十岁的人 就是每天就是手机平板电脑啊 那这个实在是不能怪啦 这个因为像我在新竹这边园区啊 大家每天就是电脑就是不离生 每天就是老板K一定要用嘛 你这个蓝光一直照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你要适当的保护 那适当的保护就是说 我刚刚有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就是因为光线进到 水晶体进去到哪里呢 就是到黄斑啊 这个地方就是到黄斑啊 就是它的直直瞳孔进去 就是到黄斑部 所以说其实你的水晶体变成白内障 其实它就是自我牺牲 它就是在让我们眼睛保护黄斑 那黄斑为什么叫做黄斑部 就是因为它有叶黄素 所以它叶黄素很高 那它能够帮你把这个手机进去的光线怎么样 把它的蓝光neutralize 把它中和掉 就是blue跟这个yellow 这个黄蓝中和 中和以后怎么样 它的波长就改变了 那内服要吃什么 你要保护黄斑的话 第一个 鸡蛋 最便宜的就是鸡蛋 鸡蛋你看那个蛋黄 其实蛋黄它就是叶黄素很多 它才黄色的 然后它的生物可吸收率又高 第二个要吃的就是绿色蔬菜 绿色的植物它是最能够抵抗光线的 就是说绿色的植物它有叶绿素 它能够吸收光线 可是它又没有长脚 它跑不掉 它不能挡光 那它怎么办 它只好整天待在那里 待在那里怎么样 整天就是日晒雨淋 它这个每天太阳一直照 你看有的树照几千年 它为什么不像人 人我们到海边去 你照个一个钟头马上Sunburn 那植物为什么不会 因为它的叶绿素 绿色植物叶绿素的旁边就会有叶黄素 它就能够保护植物 所以说绿色的菜虽然很难吃 大家还是要吃 我绿色的菜 我最不喜欢吃绿色的菜 真的是有够难吃 可是现在我太太煮 我一定都吃 没办法 真的是 人年龄到了 就一定要保护了 我觉得主人刚刚讲出一个大家的心声 可能很多小孩说 对对对 我觉得绿色蔬菜很难吃 对 不过还是要吃 我想 鸡蛋一定要吃 蛋黄 不是吃蛋白 蛋白没有营养 你就是要吃蛋黄 是 好 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护眼的圣品 但是我们这个阶段 等一下我们会请主任跟我们分析 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请教您 因为现在尤其是夏天 还有选择眼镜的部分 包括太阳眼镜 我们应该要怎么选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指点呢 太阳眼镜 现在大概就是必备了 我大概太阳眼镜都放在车子里面 让大家知道开车的时候就是那个阳光很大 就是说你现在你的水晶体在保护你的黄斑 那你怎么保护你的水晶体 就是外面有个太阳眼镜 那太阳眼镜的话 其实你选什么色 其实是没有关系啦 你选黄色 它进来的光就是黄光 那你选黑色 进来的光就是黑光 那所以说大家要注意 不要选蓝色 蓝色的话就是你就等于就是把蓝光就又把它摆进去 蓝色的不要选 然后你选的太阳眼镜的话大概就选那个全造势的 全造势的 就像美国NBA 我看到好多球星他们在打篮球的时候 都保护眼镜都戴那种全造势的 全造势的话怎么样 它就是外面的光线不会从旁边的这个角进去 是 所以我觉得每次呢 就是如果说现在讲到夏天嘛 夏天如果出去户外的话 或者是只要照射到阳光 尽量都是保持戴着眼镜 戴着太阳眼镜 你是不是这样的建议呢 就是我们临床上看到啦 其实以台湾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台湾所有的眼镜都能够防止外线 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千里眼的人容易白内障 你懂没有 千里眼就是远视眼的人 他不用戴眼镜 反而白内障来得早 那有些开过近视镭射的人也容易白内障 就是本来他有戴眼镜矫正近视 结果他开了白内障以后还不戴眼镜 不戴眼镜怎么样 光线就一直射这个 那这个有近视的人 其实眼镜 其实你可以适当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防蓝 变色 然后基本款就是抗紫外线 然后出门的时候你就是太阳眼镜保护着 我想太阳眼镜现在是夏天 所以还是要戴在身上 不过说到有一个东西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 有一些护眼的圣品 我知道您是护眼达人嘛 那这个护眼的圣品可不可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一般人我们都会觉得好像吃鱼油是护眼镜 这到底是真的吗 是 那护眼的东西大概就是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大概提到内服外用 内服的话就是食疗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每天吃一颗蛋 吃一盘绿色蔬菜 然后水果就吃黄色的嘛 如果说您觉得食物方面 您觉得就是每天生活繁忙 也没有不一定就是补充的非常的充分 那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可以有一些营养补充品 就是叶黄素 第一个是叶黄素 第二个的话就是Omega 3 第三个的话就是虾红素 第四个的话就是花青素 那叶黄素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 有叶黄素有supplement 现在已经有很多supplement 美国那个vitamin world 我每次到美国去的时候 我大概都会vitamin world去那边逛一逛 Costco去那边走一走 那Omega 3就是您讲到一个重点 Omega 3的话就是它就不是化学合成的 Omega 3一定是从fish oil里面提炼的 那它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它的成分 因为它的碳链太长了 不太可能由我们在factory里面来给它制造 所以说大概就是一定要吃fish oil 那fish oil其实有什么好处呢 我现在每天都吃 而且我吃的那个浓度非常高 84% 高剂量 那么它重点在两块 第一块就是肝眼症 眼睛的话肝眼症 因为我们知道说眼泪的最表层它是油层 然后后面是水层 那黏在眼球上面是黏液层 所以说最表层的就是油层 你的dry eye通常都是你的oil不好 油不好 所以说其实你吃这个Omega 3 DHA加EPA的话 其实第一个补充的就是让你的tear 你的类液比较correct 比较correct变成比较好的油 那第二个就不是咯 第二个它这个Omega 3 它会到眼睛的最里面 到哪里呢 到你的黄斑部的感光细胞 你的细胞 其实你的看光线的细胞 受光的细胞 那个细胞的细胞膜 也就是说那个细胞穿的衣服 那个衣服百分之五十六的成分 都是Omega 3 你如果说你的补的油不好的话 那你的那个感光细胞 photoreceptor 你的感光细胞 你的细胞 你的外面的衣服是不好的衣服的话 你很容易你的细胞就被 被阳光烫伤了啦 烫伤后来就黄斑部病变 就糟糕了 就是可能就是最严重的那个病 对 其实吃鱼油 您刚才提到是Omega 3 但是还有一种是DHA鱼油 那这两者之间还有包括 因为小时候我们经常会吃鱼干油嘛 那这三种油有什么样不一样 是不是都是可以护眼的呢 Omega 3 就是DHA加EPA 那DHA是现在所知的第一名的冠军油 EPA是亚军油 ALA叫做亚麻人油 它是植物性的油 它是继菌油 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油 Top 3 就是这三个 DHA加EPA combine 就叫做fish oil 那第一名的DHA 是到眼睛里面的视网膜 那EPA是到眼睛里面的脉络膜 那什么叫做视网膜 什么叫做脉络膜 大脑就是神经嘛 神经下来它就会有个视神经 就传到眼睛 传到眼睛以后呢 它会张开来 就变成一个膜 就叫视网膜 那这个东西呢 这个nutrition呢 就完全是靠DHA 然后呢 你的心脏呢 打血液上来的时候呢 它要打到大脑的时候呢 它会到眼睛呢 它这个血管呢 穿到眼睛里面去以后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膜 叫做脉络膜 那这个膜它的nutrition来源 就叫做EPA 就是第二名的油 那为什么有分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呢 其实就是说它的碳链长短不同啦 这个第一名最高档的油 它的碳链非常长啦 根本没有办法去合成啦 第二名的油呢 就比较短一点 第三名的油的话更短 可是呢 其实它们都还是很长 那你的眼睛喔 是一个很挑嘴的器官 眼睛是我们人体里面第一名挑嘴的 你只有DHA进到眼睛里面去喔 你不要乱吃喔 你就讲说 我就吃那个胡萝卜油 那个胡萝卜素啦 什么随便吃喔 它不收喔 所以说你DHA 就像你现在看的这个鱼啊 有没有 DHA第一名的油喔 就是你一定要吃 那吃这个的话到眼睛呢 眼睛能够吸收 那其实到大脑也可以吸收 已经有文献出来 就说你DHA 对于那个老年痴呆喔 医生最怕的病的第一名就叫老年痴呆 因为我也真的 我看到好多我们同学啦 或者同学的爸爸妈妈都老年痴呆 大家都很害怕 这个老年痴呆 所以DHA一定要吃 你吃的DHA能够到哪里 到脑部 到眼睛 那DHA第二名是EPA EPA也可以到眼睛 可是它只能够到脉络膜 它不能够穿过脉络膜到眼睛的视网膜 那到第三名 亚麻人油也很好 它第三名的油也是很好喔 那个上百种油 它是第三名也是很好喔 可是你这个油还是不能到眼睛 那油要怎么吃 就是你那个什么 我说那个鲸鱼 有没有 鲸鱼 我们其实你到Vitamin World去买那些油 都是从鲸鱼的眼窝啦 眼窝 那个地方拿的油去弄的 为什么是拿鲸鱼眼窝的油呢 你想想看嘛 你鲸鱼在深海里面 其实它眼睛会打开嘛 眼睛会打开 身体都很硬邦邦的 可是就是眼睛打开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在讨论的嘛 你鲸鱼不会碰到墙壁 就是眼睛打开的嘛 那眼睛打开 你就知道眼睛旁边就是布满了DHA 那DHA很soft 很软 你想想看 大家去冰箱里面去看你那个冰箱里面 今天打开 等一下打开冰箱看看 那个肉都是硬邦邦的 可是你看那个鱼按下去它是软的 你没有知道 那个里面有很多DHA 你按那个鱼 鱼不会硬邦邦的 你要打人的话 你一定要拿那个牛肉 猪肉打人 你拿那个鱼打 软软的打不动 它里面上面都是很多那个DHA 所以说DHA非常soft 然后它就是非常的protect你的构造 所以说DHA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吃 是 不过说到这个您刚才提到鱼油 就是DHA的部分 Omega 3之外 其实植物中也有含就是保护眼睛的这些药素 比如说像花青素 还有这个虾红素 这个部分您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解说一下 它分别分布在哪一些食物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摄取比较好呢 其实花青素是我刚刚讲的四种药素里面的 唯一的一种是水溶性的 我刚刚讲的三种 就叶黄素 Omega 3跟那个虾红素都是子溶性的 子溶性的必须你身体里面有适当的油脂 当作carrier 你才能够载到全身去的 那水溶性的花青素就不会 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万子千红花花世界里面的色素 其实都是因为花青素不同PH值所显现出来不同的颜色 所以说其实花青素的话存在的东西很多 然后像美国最多就是blueberry嘛 对不对 blueberry还有那个叫什么 cranberry cranberry也是 你看到的berry 看到美国的berry 大概七八种berry 其实都含有这个东西啦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就是very strong的anti-oxidant 就是抗氧化的东西啦 所以说其实是很好的 那另外一个您讲到重点就是那个虾红素 虾红素 虾红素 其实它不是虾子的红色的素 它是真的是虾子煮熟是红色的 它很多虾红素 可是不是 你不要没事去吃那个虾子的壳啦 那个消化不良啦 它其实是一个叫做枣红素啦 其实是枣类里面提炼出来的 就是枣才能够制造这些就是虾红素啦 然后呢虾子吃了这些枣类以后呢 它就collect在它的scale 它的那个壳上面嘛 所以说其实虾红素也是吃素啦 大家不要以为说 我吃素的人我不能吃虾红素 不会 那虾红素它也是 也是这个叫做omega 不是不是omega 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carotenoid carotenoid的一种就是叫做什么 胡萝卜素里面的一元 它也是胡萝卜素的一元喔 那就是可是它在身体里面存在的地方呢 就是说它事实上面是跟叶黄素是同足的 叶黄素啦 玉米黄素啦 这些都是同足的 可是呢它在身体里面存在的地方呢 是在muscle上面 很好玩喔 它在muscle 因为它的抗氧化力是叶黄素的2.75倍 它是你现在所知道的最强的抗氧化力 Antioxidant的最强的就是花青素 不是那个虾红素 虾红素 然后呢它会到身体里面以后呢 它会马上跑到muscle里面 它会stable 那你想想看喔 我们现在看说虾子的壳虾红色的 你看那个鲑鱼有沒有 你看那个鲑鱼 你看那个鲑鱼的肉有沒有 是不是红色的 是 红色的 鲑鱼有吃过吧 生鱼片喔 你看那个红色的 你看那个鲑鱼 那个生命力多强 它一直游泳 一直游泳 游到老家去 几千公里这样游 它哪来的力量 虾红素 所以说虾红素它都在muscle里面 那我们眼睛哪里有muscle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名字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忘记了 叫做结状肌 神经系统里面只有眼睛的肉 就是眼睛有肉啦 大脑没有肉 小脑没有肉 脊髓没有肉 神经系统里面只有眼睛有肉 这个就是眼睛为什么会累的原因啦 眼睛就是有肉 一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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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累了就是酸麻胀痛嘛 所以说你要不酸麻胀痛 虾红素very good 虾红素在山西时代里面 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色定位 它就是你吃这个的话会放松 其实现在其他科也都在吃 例如说这样这个复健科 还有跑慢跑的人 他们都很喜欢吃虾红素 因为吃了以后到肉里面去了 到肉里面又怎么样 它就比较不会不舒服 肌肉不舒服真的很难过啦 你看要下班的时候怎么样 哪里都不会痛 就是眼睛痛 为什么 眼睛为什么酸麻胀痛 对不对 人家下班很高兴 有的人下班很高兴 为什么 他每天就是 从早到晚都在看平板电脑嘛 就是看到肌肉过度使用 肌肉过度使用怎么办 肌肉过度使用 就你把这个腿的肉拿去跑马拉松 跑八个钟头 你腿会不会酸 会酸嘛 你每天用你的眼睛的肉 你每天用八个钟头 你下班的时候眼睛也酸嘛 你眼睛一酸的话怎么样 眼睛一不舒服 就马上眼睛就酸麻胀痛 是 我想今天 虾红素很好 对 我想今天呢 刚才陈主任您刚刚提到 这些虾红素 DHA 或者花青素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身体 非常重要的维生素 真的是平常从食物中来取得 或者你真的没有办法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食物 做补充维他命的补充 好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再次感谢陈一山主任 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说 谢谢陈主任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因为今天主任真的是 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之后 真的是赶快赶忙 来到我们的直播中 非常感谢他今天带来 为我们这么详尽的解说 因为确实眼睛 从疫情开始 真的是被大量的使用 那我想刚才 其实主任也告诉我们 要补充这个叶黄素 DHA 虾红素 还有青花素 当然还要搭配良好的用盐习惯 尽量的我想每天使用 如果可以使用30分钟 休息一下10分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个人是觉得 避免在睡前在灯下 就是很昏暗的灯下 来过度使用手机 因为会伤眼睛 好的 那我想今天呢 我们为大家告诉大家 这个灵魂之窗的保护方法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离歉之前 记得要登陆干净世界的平台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每周五天直播 一直在疫情下 陪伴着大家 找到一条真正防疫的路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